二千年后,蕭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和大家一齐细说太史公,史记。 摁多病,摁的身体不好,病者满三个月,病够三个月,上尚次告者数, 曾经被他放假很多次,忠不如,结果都好不回,最后又病, 庄座为请告,庄座就帮他请假,上约,吸隐何如人也, 吸隐是一个怎样的人,庄约,庄座说, 史隐任职居官,如果叫他做官, 无以如人,他做出来的事情,常常病, 没什么可以贏人,延期副少主, 如果他是辅助少主,年轻的君主登基, 守城心堅,他的行为是很坚定, 守住城池,守住城府, 是非常坚定,召之不来,揮之不去,你叫他来, 他就会来,也不是趕他走会走,他是很有自己的意思, 虽自为贫慾,亦不能奪之意, 就算有贫慾,勇敢,猛的人都不能够 令到吸隐改变他的主意,上约, 汉武帝说,然是,古有社職之神, 有些人是可以辅助,社職是对社職很重要, 至于像吸隐,近之而,差不多就是这样, 大将军清始终,大将军惠清, 有时是做皇帝的近事的时候, 上巨赐而见而视之, 汉武帝蹲在厕所,召大将军来和他说话, 丞相宴宴见, 丞相公孙宏不在朝会,在平时去见汉武帝, 上或是不官,有时不带官就去见他, 至于鸮见, 至于吸隐请见的时候, 上不官不见也, 上不带官,汉武帝是不敢见鸮, 因为鸮的人这么庄严, 上常坐武将中, 有一次汉武帝坐在那些武将里面, 打仗的仗里面, 鸮前宙事, 鸮上前想说话, 上不官,那次汉武帝没有带官, 因为武带官是没有礼貌的, 看见鸮正来, 避将中,是躲进去的仗里面, 使人可其咒,叫人告诉吸隐, 他咒的东西,传个声音出来,不见他, 说对了, 其见敬礼如此, 他是得到别人这样的敬重, 张汤, 以更正律令为廷威, 那时候张汤就用改律令做到廷威, 责责汤于上前, 这个吸隐常常和商汤对责,在汉武帝面前, 若恭为正卿,你是做到正卿, 九卿之一,廷威是负责審训的, 或者治安的正卿, 尚不能报先帝之工业,你没有家长到先帝的工业, 令到先帝的工业更加辉煌, 下不能亦天下之邪心, 对下你不能够抑制天下人, 作乱之心, 安国富民,不能够安国,也不能够令人民富有, 写凌予空虚, 使得监狱没有人坐,这些东西你绝对做不到, 二者无一言,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做得到, 指上下两件事,非苦就行, 放节就功, 不是放弃了, 这些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做第二些事情, 放节就功,是放弃了困难, 而是选一些容易的事情,希望获得功劳,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分更之位, 为什么要拿高皇帝的法令来改来改去呢, 公义此无总义, 你这样做法,最后忠义会获罪, 是会被逐租, 你后代是不能够存在, 暗时与湯论矣, 暗时与湯论矣, 暗时与湯吵架, 对责, 湯便常在民心小窝, 湯爭什么呢, 经常在那些文字怎么解释, 那些細節,窝窄細節的地方, 暗,抗例首高不能屈, 暗就越讲,那把声就越大,抗例, 守住那些道德高地, 是不会被湯拗贏, 他就守住那些原则, 奋法,怒虐,罵虐, 發脾气,骂, 天下为刀不利,不可以为公卿, 天下说那些用刀不来管治人, 即是那些法律的人, 看法律条文看了很多的, 我们叫刀不利,不可以为公卿, 不可以做到大官,果然,果然不行, 必湯又是现在做到, 将湯做了公卿,果然麻烦, 令天下重足而立, 则目而示意,要天下人全部都害怕, 押高一只脚来站, 是想看清楚朝廷做什么, 则目而示,就是做一些很突出的事情,令大家驚骗的事情, 就叫做则目而示, 事事,那时候,漢方征兇奴, 漢打兇奴, 朝怀四夷, 周圍去四面开工,又打西南夷, 又打东夷,又打南越, 掩冒小事, 他吸掩,整天都想不搞, 搞那么多事情, 城上閒,漢武帝那时候, 常言与胡和親, 勸他和胡人和親好,不要打仗, 無起兵千萬不要打仗, 上方向儒術,但是漢武帝很尊崇儒術, 尊公孫宏, 重用了公孫宏,及事益多, 結果越來越多事,利文弄巧,那些人民更多花樣去玩, 因為越多規矩,那些人越多花樣, 上分別文法, 而上就是用 細節分別文法, 布上來的東西,去分開類別, 劏等掃咒,缺獻以行, 而張湯的人經常都奏, 怎樣去判辱,因為要分開怎樣判案, 所以張湯又得到皇帝的重行, 而鎮常毀儒, 而這個吸鎮經常攻擊儒家, 面觸弘等,去罵公孫宏, 吐懷,詐息,這些人是奸詐, 架息字,用奸詐, 考字,以柯人主取用, 公孫宏這些人就是奸詐地去哄人主, 讓人主開心,而刀不利, 這個就是張湯,心文考底, 是用一些很深刻的罪名, 去加在人身上, 陷人以罪,故意入人的罪, 事不得反其真,於是是得不到真理, 以性為功,只是希望達到目的, 是不擇手段, 尚月益惠宏, 湯, 但是漢武帝繼續重視, 公孫宏和張湯, 宏湯,公孫宏和張湯, 心心疾,很討厭, 為天子亦不悅也, 天子都開始不喜歡他, 欲諸之以示, 想找一個理由出來,殺了吸暗, 宏那時候是公孫宏和張湯, 乃言尚曰, 和尚講, 右內史界, 暴宗多貴人宗室, 右內史界, 是劃分了京師有一個地方, 是讓他去管, 內史, 他那裏很多貴人, 很多宗室,難治, 很難管理,那些人很橫行, 非訴眾臣,不能任, 如果不是朝廷的眾臣, 就是管他們不行, 請洗銀為右內史, 你不如把銀搬去做右內史, 等他去管當地的人, 這個其實就是等他得罪人, 希望他惹禍, 唯有內史掃帥, 他真的做了幾年有內史, 官事不廢, 而是管理得很好, 大丈夫軍清, 記憶尊, 大丈夫軍清的時候, 地位很高, 紫維皇后, 她的姐姐是為子夫, 然銀與抗禮,而銀不當他是什麼, 當他是平等的看待, 人或說銀藥, 那些人有人跟銀說, 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 天子想所有其他臣子, 都尊重大將軍, 大將軍尊重益貴, 大將軍的地位這麼高, 軍不可以不拜, 你看到他怎麼可以不拜他呢, 隱藥,吸隱藥, 扶以大將軍有緝客, 反不仲且, 大將軍是不是有一個人客來不拜他, 只是行過緝, 打工作浴, 大將軍就不重要,不貴重, 反不仲且令他不貴重, 是不是這樣, 大將軍聞, 大將軍聽見, 越延運,更加敬重運, 訴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經常都請教他國家的大事應該怎樣, 御銀過於平生, 對吸銀的尊重是超過其他人的, 好,這節到這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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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